對於極限的登山客而言 一生能夠登上聖母峰 絕對是最大的目標之一 但是許多登山客享受榮耀的背後 靠的是一群像死亡敲門的雪巴人 最近最強的雪巴人叫瑞塔 以27度第27次 再度攻頂刷新記錄 有專家研究這雪巴人的身體結果 就跟平常人不太一樣 但其實啊 鍾伯哥在登山死亡意外當中 雪巴人的死亡率比登山客還要更高耶 坦白講 如果今天登山客要去登聖母峰 你一生能夠登頂一次 就已經是光宗耀祖 但現在啊 出現了一個世界紀錄 有人他這輩子已經攻頂27次 而且他現在年紀比我還小 但他以27次 他將來還可以繼續播紀錄 你猜是哪位登山客 不知道啊 都不是 竟然是一個卑躬 就是雪巴人 對 就是那個幫登山客 背東西的人就他 這個人呢 被現在目前稱為是全世界最強雪巴人 好狂喔 這位叫Rita的背宮 雪巴人 他27度登山聖母峰 而且呢 他曾經還有大概 三四年沒工作 休息 一般人可能不了解齁 一般登山口 我就登山客自己背東西 可是為什麼登聖母峰需要雪巴人啊 好我告訴你 畫面當中這個Rita就講 他說其實來自四面八八的這些登山客 他們在登的時候 可能畫面性比較重要 就是在登頂那一刻 插旗那一刻 自白那一刻 可是其實在整個登山的過程 有很多裝備配備 都他們在背 氧氣瓶他們在背 路要他們修 帳篷要他們搭 所以呢 Rita他就講 他說雖然我現在身為這個 最多登頂紀錄的保持人 可是他覺得這個紀錄 他並不引以為傲 他反而覺得這個紀錄 是賭命的紀錄 是死亡的紀錄 是很悲情的紀錄 所以後來他受訪的時候 他竟然說 跟記者講 我不建議我孩子去山上 跟我做一樣的工作 因為在這兒 畫面當中你看到的聖母峰 他說沒有未來 沒有未來 這個是不是很奉勢很對比 為何Rita在破紀錄的同時 會語重心常說這些 我來跟各位講 因為真的是在賭命 畫面上你看到這個 我們說的雪霸人 當這些四面八方的登山客 來了之後 你知道其實在尼泊爾 還有一個行業很特別 就是專門在幫登山客 圓夢登頂的旅行社 好那這些人呢 他會跟每個登山客 收十萬美金 十萬美金 貴貴 則而台幣是三百萬 因為你每登頂一次 要花兩個月的時間 好那你登頂兩個月 這些旅行社 他來幫你招攬這些人 來了之後 最後 超重的工作 都是畫面當中雪霸人在做 你看他現在背旅梯 然後背旅梯之後 他就開始攀冰山的冰 這個攀岩 他先開路是不是 對 你講對了 因為當登山客在大本營 舒舒服服在待著的時候 等一下他們準備要開始走 那條我們叫做死亡之路的時候 那條路 你看到他走過去都很帥氣 其實都是雪霸人已經先去開路了 好 那我剛才講 旅行社收這些登山客 是十萬美金 那雪霸人工作 這麼糟糕 應該錢很多吧 這麼危險 那幾億 那太多了 沒有 抱歉 十萬塊他只能拿五千美金 他竟然才拿了二十分之一的錢 去兩個月只能拿五千美金 你看喔 那麼危險 他每年大概完成這樣的一個雪霸人的任務 一年大概最多只能做兩次 不然身體負荷不了 所以他大概也就只能賺一萬美金 好低喔 折台幣不過三十萬在賭命耶 可是他竟然在尼泊爾 已經相對一般人的收入是十倍了 所以是很高興的 很難怪大家要賭命 好 可是 這裡頭還有一個也要賭命 就如果你是雪霸人 你必須要有一個 國際高山向導協會的資格考試 你才可以到國外 因為喜馬拉雅山又不是只有在尼泊爾 你還有他包括中國 西藏 還有這個巴基斯坦 印度 如果登山客要去別的地方 開始登了不登 所以你要有國際執照 你知道他們考照要花一萬五千美金 還要自己掏錢先考這個執照 他們說他每一次擔任雪霸任務可以五千 一年才賺一萬 那不就是等於拿三條命來換這執照嗎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你看到這些雪霸人 他背這些東西 他要做先鋒 登山客再來帥帥的通過 他背這些東西多重 我就以氧氣瓶為例 他一個人要背三瓶 一瓶是五公斤 三瓶就15公斤 所以你們最多只能讓雪霸人背20公斤 那我背過三瓶氧氣瓶的重量 剩下五公斤 你能拿什麼 你要怎麼去修路 建營地 大帳篷 然後還有煤氣罐 還有瓦斯桶 所以最後都超重 超重多少 看一下 雪霸人竟然要背到40公斤 背兩倍耶 好 我告訴你喔 雪霸人背那個氧氣瓶 是我讓我覺得最 聽起來最諷刺的 他自己要用一瓶嘛 那那個登山客在燈的時候 他是不是到時候如果氧氣不夠 他也要 因為他們比較容易過度關係 他也要一瓶嘛 然後再來呢 還要再背第三瓶是備用嘛 那這三瓶應該怎麼背 應該就是你登山你背一瓶 我背一瓶 然後另外備用的也是我背 三瓶都我背 等到你想吸的時候才跟我說 欸 氧氣瓶送過來 所以登山客都不用背 是 好 所以根據喜馬拉雅的database 他是一個專門在記錄 這個整個工頂過程的一些 商網的一個 規劃寶典裡頭就寫到 他說你知道歷來 這些雪八人的罹難人數 我坦白講 全世界我認為最危險的就是戰爭 所以你說像是這個伊拉克戰爭 美軍死亡人數一定是最多的 不對 結果他死亡人數比美軍還多 登山 是 我告訴你 他這個database很聰明 他竟然是拿了2004年到2014年的資料 剛好那個時候是伊拉克戰爭 美軍才死了335人 可是聖母峰公眾雪八人 卻死了4053人 是在伊拉克戰爭當中 上命人數的12倍耶 你看喔 大本營是在海拔5364公尺的地方 那登頂的地方 是我們講的這個 8800多公尺的地方 那這邊有一個叫 昆布兵舖還有營地 你認為 這條生死之路 之所以被叫生死 賭命 最危險的在哪 一般人都會說 就是在宮頂這 因為沒有氧氣壓 對啊 然後有上有下要排隊 那這時候如果天氣一變 不就完蛋了嗎 不對 最危險的地方 竟然是在昆布兵舖 海拔相對低的地方 怎麼會這樣 名字聽起來那麼無害 我告訴你 因為 在 這個喜馬拉雅山這邊 有一個叫做西肩 West shoulder 這邊會怎樣 會雪崩 來我講一個真實案例 2014年4月18日早上6點30分 很多人才剛準備要去 開始往上攻頂的時候 結果呢 就在我剛剛所說的 聖母峰南路這邊 史上最大重大山難 今天這天就發生了 當時啊 從大概海拔約7800公尺處 雪崩下來了 冰塊 懸冰川 這些 就這樣 就像畫面當中你看到這個 當時的真實紀錄 就這樣掉下來了 掉下來之後 一路滾滾滾滾 從7800開始滾滾滾滾 滾到哪 滾到這 昆布兵舖 5364公尺這附近 他才會停 那次的傷亡造成了 16個雪霸向導死亡 你知道為什麼 死的都是雪霸人嗎 很簡單 因為凌晨 當時真正的登山客 都還在整磚待發而已 但他們已經去修路了 原來如此 他們已經去扛 已經去開路了 扛瓦斯了 對 你知道剛剛我說的這個 昆布兵舖 一般登山客 在完成兩個月的登山過程 大概他會來回6到8次 要走6到8次 那你每一次去 是不是都可能會被雪埋 是 雪崩給掩埋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就有6到8次 要賭命的機會 可是我告訴你 雪霸人因為要搬東西 要伺候那麼多登山客 他通過的次數是30到40次 來 人家登山客6到8次 你是人家的5倍機率高 所以他用了一個比喻 來告訴你雪霸人 為何死亡率這麼高 他說啊 就好像在往俄羅斯輪盤一樣 俄羅斯輪盤 左輪槍放一發子彈 轉一下 你只要對著自己 砰一次 他要對著自己砰 5次都不會上命 因為他過的機率是5倍 所以呢 他們後來學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凌晨2點到5點 經過Zack 昆布兵部 死亡率會比較低 因為這時候相對 懸冰川會比較穩定 原來如此 而且那時候登山客人來睡覺 他們也剛好趁你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先去開錄了 先去背裝備了 我很想跟明俊分享一部電影 叫神鬼傳奇3 因為裡面有一幕 當時我看了我就覺得 這個是傳奇嗎 畫面當中這個雪崩的過程 是因為當時李連傑所飾演的角色 他們這個妖魔大軍 要跟凡人對抗 可是這裡面出現了一個雪怪來幫助人 在西藏香格里拉這一處 他們虛擬的一個地名 佛塔入口處 雪怪 哇好厲害 我當時看到雪怪就覺得 他根本就好像是雪疤人的祖先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雪疤人的祖先真的很厲害 我們來看喔 雪疤人之所以會被稱為雪疤 是有意義的 因為那句西藏語就是來自東方的人 那因為他們的祖先 世代都居住在喜馬拉山區 大概有15萬人左右 所以當然主要都集中在寧波爾境內 那我問你居住在高山 你的肺活量是不是就比一般人來得厲害 所以身體結構就不太同樣了 你知道我們一般人只有兩個肺炎 可是他們講雪疤人好像有三片肺炎一樣 而且他很厲害喔 像我們如果高血壓 是不是就很容易頭暈目眩 他們都低血壓 所以他們大腦攻血都很充足 然後他的手肌肉很有力 曲幹又很長 非常適合登山 是不是天生的 是不是祖先好像是雪怪一樣 沒錯 我最後想講 雪疤人有三個異於常人的基因 第一個就是 當我們在登山 如果血氧量血流素不足的時候 我們人的機制會強迫分泌多一點的紅血球 但是你生物的紅血球分布更多 血管就會相對變得更窄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血栓 結果雪疤人不會 醫生就研究 哇塞 他們身體不需要靠紅血球多增加 他的使用氧的能量就夠了 因為他使用氧的效率比我們一般人好 第二個我來講 他在整個登山的過程會消耗體力 就要消耗脂肪跟葡萄湯 他竟然消耗的量 是比我們一般正常人來的很少 代表說他並不用吃太多的東西 就可以維持他身體的機能 不一樣 他消耗的能量比我們少 然後他還可以儲存比我們更多的能量 第三個我們要想講的是 血疤人的毛細管組織比平地人方達 所以他的血可以比我們正常人流得更順暢 就是血循環更好 你說他的基因是不是完勝平地人基因 是不是就像血怪的基因一樣 這也難怪為何世界紀錄燈 聖母峰 朱姆拉馬峰的紀錄保持人 會是由血怪來率先達成 進入春夏季節的交換時間 看到烏二的戰情出現了非常大的逆轉嗎 因為烏克蘭宣布 他們攔截六枚匕首飛彈 這有什麼樣的指標意義呢 因為匕首飛彈是普聽自己說喔 這是不會被擊落的超級武器 那怎麼會被擊落呢 就算俄羅斯不承認 但卻逮捕了三名研發匕首飛彈的科學家 加明這不是死地無因三百兩嗎 對 明確喔 因為現在對俄羅斯來講 其實在整個戰場上面來說 真的是困獸之鬥喔 尤其在這一次呢 再度發動夜襲 而且總共發射了18枚的飛彈 結果呢 這18枚飛彈通通都被打了下來 所以在國際上看就覺得 你根本是笑掉國際 大家的大牙嘛 對不對 來看大 其實在這次他發射18枚飛彈當中 其實包含剛剛明君講的 包含六枚這個匕首極音速飛彈 非常的厲害 多厲害 待會跟大家講 另外還有九枚是從黑海船艦發射的 口徑巡弈飛彈 另外還有三枚是屬於中短程的 這個伊斯坎德的陸基飛彈 但是這18枚飛彈 通通都被打了下來 全部被打下來 全部都被打下來 所以就表示說 看起來這個烏克蘭 他們拿到了這個愛國者的飛彈 這個防空系統來說 真的有發揮功效 那為什麼講說 匕首飛彈被打下來 這件事情是國際笑話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現在看匕首飛彈 它是屬於空射的高超音速飛彈 也就是說呢 這張照片來看 它就是掛在肌腹底下的這一個飛彈 那這個飛彈它射程很遠喔 可以超過200公里以上 而且最厲害的是它的速度 既然叫做高超音速飛彈 它的時速可以來到12250公里 等於說當時普丁在2018年 這個飛彈問世之後 他就非常的驕傲的講說 我的這一款飛彈 不管地球上 不管什麼樣的防空系統 通通沒人打得到 因為它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 哇這個看起來有點 好像吹破牛皮的一個感覺對不對 你不是說被打一發兩發 你是這次六發都被打下來 加上之前還被攔過一次 總共前前後 七發的匕首飛彈 通通都被打了下來 那當然這個時候 俄羅斯當然 怎麼說呢 面子掛不住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打那麼多發的這個匕首飛彈 烏克蘭不認識這些飛彈 算錯了 我們沒有打那麼多發 但是說也奇怪喔 那你既然就講說沒打那麼多發 他們在內部的部分 開始在幹嘛呢 開始找人算帳 找誰呢 這三個人都是來從事研究這種 匕首飛彈研發的科學家 而且他們被抓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叛國罪 為什麼會因為 他們最近被抓了 對 就是在這六媒被打下來之後 這三個人被抓去開刀了 為什麼認為是叛國罪 因為當然俄羅斯會覺得說 我這麼厲害的一個匕首飛彈 能夠被打下來 那表示說我飛彈的參數 可能已經被敵方給掌握住了 敵方說你要射到哪邊去 對 所以你飛彈一升空 那愛國者就抓得到 所以懷疑說 會不會內部參數 只有你們這些核心人物知道 所以通通都把這三個人抓起來 當然研究室的其他同事 開始寫信 就開始幫他們求情 這三個都很愛國 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當然除了這三個科學家被抓了之外 這次俄羅斯另外一個說法 一來是剛剛講說 我們沒射那麼多方 二來是說 不是我們匕首被打掉 是我們匕首還摧毀了 愛國者防空系統 真的是這樣子嗎 俄羅斯這樣講 但是烏克蘭立刻澄清 這個是我們承認有受損 但只是輕微受損 我就地維修就可以了 所以包含美軍也講了 我們去看了這一套系統 這個大概就地維修就好 不用再把它送回美國來重新修理 所以等於重新修理之後 愛國者飛彈又可以重新上線 不過其實現在俄羅斯非常擔心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前天跟大家講說 盧干斯克被暴風之椅轟炸 但是在戰場清理的時候 發現了一樣東西 發現了這一項武器的殘骸 這個殘骸看到可就不得了 因為這個是美軍的一個黑科技 等於說即暴風之椅的飛彈 殘骸被烏克蘭民眾找到之後 現在又發現更厲害的武器 在烏克蘭的軍隊當中使用 對 沒錯 因為這個武器叫做MALD 它當時殘骸被發現 這個東西是幹嘛 明軍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所謂這種空射右耳彈 什麼意思 當我戰機在靠近的時候 你知道地面的雷達 你會抓到我戰機的訊號對不對 對 但是或者是我飛彈 打出去的時候 你會抓到我飛彈的訊號 但是這一款東西 它是不斷的去放大這個訊號 告訴你說 我是一架戰機 我在這裡 我是一架戰機 所以當你防空系統 去抓到這個訊號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誤以為說 這是一架戰機 你的防空系統開始啟動 但是當你防空系統開始啟動的時候 你打到的只是這一個右耳彈 所以變成說 這個成本這麼低跟戰機比 當然是低很多 那你一旦作動之後 那我後面真的戰機的時候 我就知道你防空系統在哪裡 我接下來坐標在哪裡 我要瞄準哪裡 可以打掉你的防空系統 所以現在看到這種美軍 過去都只有模擬系統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模擬的型態看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 還沒有實戰過 居然在烏克蘭看到殘骸 對 所以這又表示說什麼 美軍已經瞧瞧的把這一個 還沒有實戰過的一個秘密武器 是送到了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去來做實作 當然這款武器 在未來如果在台海部分 發生戰爭的話 這個東西也有可能會對成 解放軍的東風系統的飛彈 造成很大的一個影響 這可以抽去來觀察 另外在武器的部分 剛剛講到愛國者 現在烏克蘭又有一個新的利器了 這個新的利器叫做 SAMP-T這個陸基 車載遠程防空反飛彈系統 這個是目前法國跟義大利 都還是持續建議在使用的東西 而且是第一批已經運到了烏克蘭 這也是烏克蘭第一套獲得的第一套 歐洲遠程反飛彈系統 非常的厲害 因為它上面有搭載了 8枚的Extra 30 Block 1的飛彈 它射程就有100公里這麼遠 攔截的高度可以來到20公里 非常非常的高 搭配的是高爆破片炸彈的彈頭 什麼意思 我打上去之後我接近目標 我不是只說我飛彈去撞擊你 我是彈頭直接會變成 直接爆破變成碎片 我可以大面積的去把它打掉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飛彈來 無人機來 戰機來 我一枚就可以把它打掉 好 那另外呢 它利用的這一個雷達 也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它可以偵測到一些 空中來的一些威脅 講到空中來的威脅 上個禮拜我們在講說 哲倫斯基很忙嘛 對不對 到了法國 到了英國去拜訪 不斷的要F16的一個戰機 他想要戰機支援 但是看起來英國 法國沒有給他 但是我們前天在講到說 我英國不給你 但是我承諾你說 我可以幫你訓練這個飛行員 大家就在問啊 你沒有飛機 你訓練飛行員要幹嘛呢 對啊 他要開什麼樣的戰機呢 對 今天答案揭曉了 因為英國首相蘇納克 也就是在前幾天 跟哲倫斯基會面的 他跟荷蘭總理呂特宣布了 現在要建立一個國際聯盟 幫助烏克蘭來採購F16戰機 所以現在看起來 烏克蘭最想要的F16戰機 有譜了 所以接下來對於俄羅斯來講 每一天都會過得非常辛苦 好 烏克蘭的空戰如虎天意 第一個有發現了美國黑科技 這個右導彈的彩函之外 現在英國跟荷蘭都要幫他 來採購F16的戰機 空戰穩的地面戰 有什麼樣的新的進展呢 好 其實在地面的部分 現在對俄羅斯來講 其實它的 剛剛講到閉手飛 那是空中的主力武器 在地表 在地面上的 地面戰的主力武器 就是浴金箱自走破擊炮了 這個破擊炮 它是世界上 口徑最大的破擊炮 來到240公里 主要可以用兩種彈頭 第一個是高爆破片炮彈 就我剛剛講的那一種 就我接近目標的時候 它會爆炸 我攻擊範圍就很廣 最大射程可以來到9.65公里左右 另外一種更厲害了 它可以搭配火箭推進的高爆破片的炮彈 可以射到20公里左右 因為它有火箭的推進器 所以這個東西 它還可以包含核打擊的部分 它也做得到 它也可以搭配核子炮彈 這一個浴金箱 這一個自走破擊炮 在去年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亞素鋼鐵場 那個時候就幫俄羅斯 是打下一片江山 但現在看起來 你看看這個畫面 其實它不斷的 我們知道 烏克蘭很多無人機 原本你要躲 你要想說躲到樹林裡面 我就看不到了對不對 但是就被烏克蘭鎖定 直接用造價非常便宜的自殺式無人機 就直接拿掉你一台 郁金箱的自走破擊炮 而且從過去到現在 開戰到現在至少已經損失了10台 所以看起來在地面戰的部分 現在俄羅斯也是 逐漸的在慢慢的敗退下來 那一看死傷人數你就知道了 從去年開戰到現在 已經到5月17號 這最新的數字 就是烏克蘭公布 俄軍陣亡人數已經超過20萬人了 那就更別說 這是戰車的部分 3000多輛的一個戰車 對 就連郁金箱都被破壞了 對 包含7000多輛的一個裝甲車 所以我們在講說 今年俄羅斯勝利日 為什麼那麼冷冷清清 你沒有看到什麼很重要的武器 因為你都在這邊 通通都被打掉了 你的戰機 直升機 包含你的船艦也都是 所以現在看起來 俄羅斯真的沒有太多的一個軍事力量 再去做其他地區的一個攻略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俄乌戰爭 俄羅斯逐漸的步步敗退 當然前幾天講到 中國派出了使者李輝 要到烏克蘭去做和談 昨天就已經到了 昨天跟今天他見了誰 見了烏克蘭的外長 叫做庫列巴 他來進行 雙方來進行會談 其實你來的目的 大家也都懂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心惡的 你要來和談 一定要我們烏克蘭付出一些條件 所以烏克蘭立刻就把話先說死 我先說我們烏克蘭絕對不會因為停戰 而去犧牲掉我們自身的領土 就是我不會去割地 所以代表說他知道李輝來想什麼 對 我都知道你在想什麼 所以我先跟你講我不會割地 但烏克蘭講的這句話 當然是針對 敦內斯科跟魯干斯科這兩個地方 因為開戰前是屬於烏克蘭的一個土地 你現在說要停戰 但是你要我把這兩個國家 兩塊土地也分出去 我覺得不做 另外可以看到 包括歐洲理事會 在16號也在冰島召開峰會 46個國家元首都到了 那也開始成立了一個叫做 烏克蘭戰爭損失的登陸平台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說今天因為俄羅斯 你打烏克蘭 導致的這些軍備的損失 人命的損失 建築物的損失等等 現在全部都會登陸到這個平台上面來 也就是說未來 俄羅斯如果輸了之後 我要你割地 我要你賠款 這就是賠款的一環 看要賠多少錢 對 要賠多少錢 目前估算起來 烏克蘭如果你要重建 可能需要5年 需要2500億美元的部分 要開始重建 所以就是俄羅斯要買單 對 所以我們剛剛之前在講說 瑞士開始扣你的外匯 開始外投有資金通通扣下來 就是未來要在這個平台上面來登陸 這一次的歐洲理事會 除了這個澤敦斯基 公開的視訊演說之外 他還有額外的一個收穫 什麼收穫 是德國 現在準備要來上烏克蘭提供 總價值台幣911億的一個 軍援方案 其中包含 30輛的一個暴式坦克 暴一暴二的部分 另外還有防空系統等等 20輛的雕屬式的步兵戰車也好 當然我們講到說 在未來 戰爭進入到後期 會進入到的所謂坦克大戰 戰車大戰 所以這20輛的 雕屬式的步兵戰車相當重要了 因為他除了搭載 攻擊的車手 射擊手也好 另外還可以搭載其他士兵 總共可以載9個人 移動速度也很快來到65公里左右 作戰範圍來到520公里 車上的武器也相當多 包含20公里的機炮 包含7.62公里的這種機槍等等 另外還有5發的 米蘭式的反坦克飛彈 也就是說未來 在短兵相接的時候 包含就是俄羅斯也好 吳克蘭也好 透過戰車在對抗的時候 可以透過雕屬式上面 搭配了這個反坦克飛彈 其實一來做到士兵的 推進的速度非常的快 二來我可以透過我上面的機槍 去幫忙掩護前線的部隊來前進 再來還可以透過反坦克飛彈 去殲滅敵方的一個坦克 所以現在看起來 在接下來的這個軍員 提供過來之後 對烏克蘭來說 未來決戰的時候是如何